曾经有一台A7M3和G Master摆在我面前 我没有珍惜 直到囊中羞涩 我才追悔墨迹 直到它的出现 我终于相信5000的预算 一样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Vlogger Hello大家好 我依然是那个粉丝没多少 发型必须好的老年UP主小新 今天为大家带来我的新装备 索尼ZB1 废话不多说 进入喜闻乐界的开箱环节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大家看见我面前这款相机 就是索尼刚推出不久新传的ZB1 一款专门为Vlogger量身打道的相机 江湖上流传一句名言 索尼大法好 作为一名刚刚入行不久的Vlogger 当然就乘着ZB1预售做活动 毫不犹豫的剁手预定了 孩子能来分买的吗 刚才怎么回事 好我们继续 这次我勾入的是Vlogger套装 除了相机本身 还有一个蓝牙手柄 以及一块万年不变的1240毫安的原装电池 总共花费5999元 首先我们来说说这款相机的大小 当我拿到这款相机的时候 给我的第一感觉是 真的是体积非常的小小 比我想象中的要小很多 这个体积完全是可以装在口袋里的 然后我想到也喜欢街拍的小哥小姐们 拿着它出门 想拍了就从口袋里拿出来就拍 不想拍了就放回口袋里头 非常的方便 从外观上来看 ZB1非常像黑卡系列 但与黑卡不同的是 大家看到这次索尼把握持手柄的位置 设计的也非常科学 握起来相当的舒服 按下这个红色的圈圈 就可以一键开启视频的录制 非常的顺手 真的是让你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有种触手可及的愉悦感 大家看到这次索尼把相机的热血口 做到了机身上方左侧 并没有把它放在正中间 而正中间的位置 留给了这次专门给这款ZB1 添加的收音麦克风 据官方介绍 在蜂窝状长方形的下面 安装了三颗胶囊式的收音麦克风 就是专门为 在没有外接收音麦克风的情况下 使拍摄出来的视频音质更佳 并且索尼还配备了一款 可以插在热血口上的防风罩 可以在外排起风的环境下减少风噪 我现在在路边一边走一边拍摄 然后我把这个ZB1戴上了防风毛衣 现在外面风还是有点大的 并且路边的车辆来回过往 噪音也比较大 大家听一下这个收音效果怎么样 下面我就来分别介绍这款 ZB1我认为的六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第一个是自带的美颜和面部优先补光功能 我现在给大家演示在相机的美孚效果 我现在这个效果是没有开美孚的效果 大家看一下 现在这个效果是把美孚效果开到了中等 大家看一下有什么区别 是变帅了吗 现在我已经把美孚效果开到了最高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肤色也变得更没有瑕疵了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又变得更帅了 ZB1这次推出了一个功能叫 面部优先补光的功能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你室外拍摄的时候 光线不断的变化 那么索尼为了保证你的面部曝光正常的话 它就会优先对你的面部进行一个曝光补偿 大家看一下 现在其实我在路边走 然后旁边有树荫 你的面部的光线其实在不断变化的 大家看一下 我的面部是不是一直保持 我面部一个比较正常曝光的一个状态 当你突然进入一个比较亮或比较暗的时候 它都会保证你的面部一个优先的一个补光 好 我马上要进入一个树荫了 大家看一下 好 我现在进入树荫了 面部是不是变暗了 但是它为了保证你的面部比较好的效果的话 它的面部会对你的面部进行一个补光 我们再马上走一下 大家看一下 现在其实光线是已经在变化的 路边比较吵 这车也比较多 正好也可以试一下我们收音效果怎么样 其实我的面部其实一直在变化的光亮 看一下效果 现在我又进入了光线比较暗的时候 第二个是索尼这次利用人眼的追踪技术 使得这款Z1具有强大的对焦功能 大家好 下面由我来给大家演示这台相机的对焦功能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恐怕我妈咧 我来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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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是测翻屏 这就是这款Z1在本次设计上的最大的卖点了 它是索尼锁款搭载测翻屏的相机 是测翻屏哦 我之前也没有用过索尼相机 但是尽量在网上会看到有网友吐槽 都他妈 0202年了 为什么索尼所有的系列的相机还是上传屏的 如果在相机的上面安装一个收音麦克风的话 就完全挡住了屏幕 但是这种反人类的设计 在这款Z1上有了明显的改观 大家看这个屏幕不仅可以侧翻 它还可以360度的翻转哦 这样如果你自拍的话 也可以随时的观测你在自拍时的成像画面 真的是不要太爽了 第四个是紧身效果键 它的功能就是当你在按下Z1键的时候 就能立马让拍摄的画面背景虚化 达到紧身的效果 这个功能真的是超赞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拍摄尾logo的时候 需要偷出人物的 这时候就需要这种紧身和虚化 那么通常我们会用一个微单加上一个镜头 然后再去背那个什么F值 什么F1点几啊F2点几的 哎 头疼 对于很多像我这样的小白来说 这个门槛就有点高了 但是在这款Z1上 这些问题都通通帮你解决了 不光是Vlogger 他让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 也可以轻松的拍出高大上的视频 下面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相机的紧身虚化键 后面的这棵树看的比较清晰的 然后我点这个C1键 大家看一下 这个虚化键应该是看比较明显的吧 后面这棵树就虚化掉了 然后我再点一下这个C1键 好 又变清晰了 再按一下 又虚化掉了 好 又清晰了 这功能真的是太方便了 一键就可以把你的背景虚化掉 第五个是还算不错的防抖功能 我们现在来测试下 这台相机的防抖功能 我一边拿着这台相机一边走 现在是防抖功能没有开 我在正常的行走 大家看一下 我没有开防抖的时候 它是个什么效果 下面是我开了防抖 开启的是标准模式 我还是正常的行走 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的小跑 我已经把这台相机的防抖模式 调到了增强模式 孩子的来分没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 在这里我给大家的建议是 如果你对防抖要求不高 ZB1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如果外景需要拍出有质感的画面 那么还是建议使用稳定器来进行拍摄 第六个就是C2键 产品展示键 我们经常会看到 每张博主在展示一款口红的时候 需要做出这个动作 其实这个动作就是能让 相机快速的对焦到所展示的口红 相机就可以迅速的对焦到你要展示的产品上面 如果不这样做呢 很多相机是不能对焦到你要展示的产品上的 那么现在呢你只要按下这个C2键 相机就可以迅速的对焦到你要展示的产品上面了 那么下面呢 就有请今天的神秘大咖 来给大家演示这个功能吧 非常感谢我的老婆友情出演 求了半天才肯出镜 大家是口红三只 那么说了这么多这款相机的亮点 但是呢有些地方我也要来吐槽一下 第一个呢是反人类的菜单设置 所有索尼相机一样 ZV-1的操作菜单还是依然如此的反人类 因为我之前没有用过索尼相机 所以在刚上楼的几天时间里呢 我通常需要上网搜索相关的设置内容 这种体验大家懂的 第二个呢是分辨率依然很垃圾的LED显示屏 这款三番屏它的触控功能呢 只支持对焦 但是不支持触控选择菜单 并且在强光下看不清楚屏幕 第三个呢是续航真的是够烂的 我拍摄4K三只的视频 一块满电的电池 连续拍摄也就不到一个小时吧 没有电了 所以出门拍摄视频 电池不带个三四块 很难满足一天的拍摄任务 相机的部分介绍完了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款蓝牙手柄吧 这款蓝牙手柄呢通过蓝牙跟相机连接 能够完成基本的功能 比如说有视频拍摄键 有照相键 有C1的一个景深虚化键 还有变焦键 并且通过手柄呢 可以使相机上下左右的旋转 大家看一下 基本能满足拍摄的各种角度 并且这款手柄呢 还可以当一个小型的三角架 大家刚才也看到了 还是非常实用的 所以我建议也一并勾入这款蓝牙手柄 通过我使用Z1这段时间的感受 我觉得如果你是一名 经常需要外出拍摄的Vlogger 但是又不想每次长箱短炮在身上背一大堆 并且没有太多的专业的拍摄知识 对拍摄的画面呢要求也不算太高 那么这款相机就可以满足你日常的拍摄需求 当然我目前就是这么一位Vlogger 所以呢接下来我会把我这台Z1当做主力机进行拍摄 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多生动有趣的视频 再次感谢老婆感谢初心的小朋友 未来我将继续加强我的视频质量 今天是迈出的第一步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各位小伙伴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希望看到更多生动有趣的数码开箱视频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并且一定要数字三连哦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做视频的最大的动力 我是小新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